日本十七歲的高中生在壽司店舔醬油 平口 那麼導致這壽司公司市值一口氣 蒸發了好幾億 現在臺灣也出現了模仿的風潮嘛 臺南有一家壽司店就被直擊了 有一名小孩在玩轉盤上的壽司 但是家長卻是沒有阻止的 短短三十四秒的影片 這小男童伸手摸壽司好幾次 而且是越玩越有趣 還不斷阻擋軌道上的盤子通過 一直到影片結束 那麼原PO就感嘆了 家長如果不管的話 可不可以做 讓孩子呢 不要坐在靠近軌道的座位窗口呢 而且還強調 已經有跟店家反應了 那麼壽司店的總公司就回應 客人告知的時候 店員有立刻上前查看 發現呢 這一組客人已經離場了 而且還強調 未來如果發現的話 一定都會制止的 而且也會加強宣導 以及員工的訓練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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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